都说孩子的童年是色彩缤纷的 但是有那么一群孩子 他们的童年属于白色 有的孩子有机会在未来为这白色涂抹自己喜欢的颜色 有的孩子的人生就此被这白色涂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伯良四岁了 两岁时警察出淋巴细胞白血病 他生命一半的时光 几乎都在医院中度过 下楼 接着一下 嗯 你想不想回家 我不想 我没吃好病就不能回家 是吗 我也要吃 没有 没口 妈妈 那你吃好病 妈妈 我上公园他们看 他们看我 又穿不了了吗 他就是我 那你就好了呗 好了就能上公园了呗 嗯 是不是 妈妈连你去楼下 那个喷拳的上班一会儿啊 咱们不能出外边去 出外边 嗯 对不起 慢点啊 慢点 啊 啊 那你上聊现在不能吃苹果 啊 我不要 flew 我不要 死癌 硬仉也不能吃 啊 那你刚才让我吃《苹果》 那你刚才让我吃哇 反点了就能吃 allow me 那你刚才让我吃 那你刚才让我吃 妈妈刚才不为了哄你吗 嗯 啊 真狠棒 jeg 祖宵 girlfriend 你为什么呀 我不用了 祖宵 siete 我不用了 啥子都不行了 你想吃啥啊 那你上寮了能吃吗 你跟李阿姨能不能吃 行不行 行不行 化寮和普通点滴看起来并无多大区别 但却让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化疗的副作用会让人有强烈的灼烧感 胸口像有火把在燃烧 炎炎夏日更是让孩子觉得痛苦万分 渴望冰淇淋能减轻胸口灼烧的痛处 但是冰淇淋却是化疗必须要忌口的东西 因为会影响治疗 你好 咱们一家人去老大区 老的团体好 这些没了 老的大火呀 太可惜了了 我们最可欠了 老的星期三十二班 抱你几年 几年再求求你 在这几年上学就好了 让你妈妈出去打工 正前人在这家人的火没有干的 吃得洗的 天堂一会儿 这间病房中像陈伯良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每天下午三点是孩子们固定的游戏时间 大家会一起骑上小车来到走廊尽头的电梯间玩耍 这是他们治疗之余唯一的娱乐 虽然每天都只是那么短短的十五分钟 却是他们一整个白天的鸡摊 这些白血病患儿的童年 就只顾在这白色的病房中 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为他们白色的童年增添了许多色彩 他们的童年冲往坎坷 正是有了家人的爱的支持 才能让他们继续走下去 饺子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食 东北农业大学的饺子从货面到调馅 那是相当的讲究了 新鲜的蔬菜 精卷的猪肉 细致的做工 正是东农饺子的一大特色 你好 请问你们都点的什么样的馅儿啊 我们有黄瓜虾仁 玉米的 还有西红柿和猪肉馅 西红柿和猪肉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 就这些馅儿当中你最喜欢吃哪一种 我觉得玉米馅儿比较好吃 因为玉米馅儿它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而且配合它浓郁的香味加起来 真的是让人感到回味无穷 真的特别香 好的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 就是你觉得这些饺子吃起来是怎么样的 特别好吃 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 毕竟有一句话叫吃在浓大嘛 我现在吃的呢 这个是玉米猪肉馅的饺子 这个饺子呢 有一种玉米粒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然后这个饺子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的汤汁特别的充足 并且呢 这个里面过的这个猪肉馅儿啊 也是非常的鲜美 再配上我刚才这个蘸料啊 简直是让人回味无求 吃过好吃的饺子以后啊 接下来我还要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能让你从内蒙到外的美食 小动物面点 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小动物面点是东北农大美食的第二大特色 汉泰可居的形象吸引了很多同学们的眼球 先榨的菜汁豁入面中 再加入玉米和蜜豆点缀 在师傅们的手中揉捏椒花 寻常的面团就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令同学们爱不释手 图案优美 结构精巧的木雕 在狐红的双手下 流淌出灵动 鲜活的曲线 在木雕艺术创作中 是心理多变 而复杂有意义的过程 优美的刀法 之所以形成 是技术达到纯熟的表现 它切菜时候有讲究 一般习惯是左手和右手 肘关节这个地方 应该正好夹在腰的两侧 这样控制你的切割和动作 有一个讲究 如果是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刀叉要放下来 在桌子上放成汉字的八字 刀刃朝内 不能朝外 不能指人的 叉戒主人 最礼貌的做法 是寄一张感谢函 在路西亚用餐后 很多顾客都会在这个小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一边 一项目 曲董海读 通知史 通知史 不吝点 相介 利 不吝点 不吝点 主席 诺